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新技术 就是前天那个Stability AI刚发布的这个Cosin XL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页面很简单 应该说是 其实它是基于这个SDXL 1.0的模型进行一个微调 主要就是对它的色彩表现进行了一个比较好的用化 它可以生成纯黑到纯白的这个颜色 我们知道之前你生成这种黑点图和白点图的话 它会得到一个相对于比较灰的这么一个结果 但是从这个宣传上来说 它会它会进行一个更细微的改进 另外呢它还发布了一个叫Edit这么一个模型 用比较简单的一点去解释的话 它其实就是集成了一个IP2P进去 行那我们直接去看吧 从这个官方我们会直接下载到两个模型文件 其实就是这个Cosin XL和这个Edit版本 这个很直观啊 它这个名字也很简单 一个就是做文型图 一个做图形图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的出图效果呢 其实你从这个美学角度上来说 是没什么太大区别的 和这个优化的比较好的这个X2模型啊 和这个Playground 去对比的话 它在美学上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这确实它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宣传 而且它是有很多限制的 首先呢 它的写实度并不好 不能出现很好的这个文字 它这个逻辑的这个推理也不行 最后呢 对人脸也不好 而且它生成的图也是这个优损的 那么它的意义呢 可能对我们实际应用上来讲 没有那么大 从次的结果来说 它生成这种场景啊 自然景观啊 或者说一些艺术风格来讲啊 其实是比这个X2模型 要更加准确的 虽然它说它那个逻辑推理 和写实的风格表现不好 但是它对这个提示词的 解释的准确程度 我进行测试啊 要比这个X2模型 绝大部分都要好得多得多 它可以很正确的生成 你提示词里所表达的场景和环境关系 而且基本上你每一个写到的细节都会去体现出来 比如说这个图 我们看它应该描述的是一个黑头和白色皮毛的这么一个人站着 然后它穿着一身西装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OK 首先这个X2模型把这个人就忽略掉了 这两个图都是初选人的 并且它是整体来说是更接近于我们这个描述的 虽然它这个西装 它那个翻译应该是错的 这就不是西装的意思 这个意思应该是一个宽大的绿色套装 其实这个生图是非常准确的 这两个图呢 就是直观好看了 我们也可以看出 Stability AI它应该是在编码部分也进行的一部分的优化 只不过它这次没有很突出的把它写出来 那看完它的一个出图呢 我们看一下它这次发布的更重要的一个模型 我认为就更有实际应用场景的一个模型 Edit模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是可以使用这个IP2P这个方式去控制的 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自然描述去直接更改画面中的内容 或者说使用任意风格对它的原图进行一个像素级的迁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迁移号的图片 它是严四合分的 跟我们使用IPAdapter和CtrlNet去控制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 它确实是从像素级去控制这个主体和背景的这么一个变化 我们任意改变一些风格 可以看到非常的稳定 当然了它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它不会说保持你主体品种 在你跑人物的时候也是 你做这个风格迁移它是完美的 但是它并不是适合作为你保持 完全保持原来这个主体的所有特征 你看我们这改变成一只大黑狗 但是它这个明显够的品种也变了 相同的问题也出现在人的身上 如果我们使用大范围的风格迁移 那么这个人的那个特征它也会不再变 这也挺可爱的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使用一个人像去做 当然了它这个IP2B不只是做这个风格迁移 它还可以做很多很有意思的 待会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跟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去做画风转绘还是有点区别 你基本看不出来这个原本人的外模特征 所以它跟Instant ID还是有一个本质区别 但是它是可以做到更好的风格的转化 我们结合其他的工具一起用 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还可以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使用自然语言去直接控制这个画面中对象的一个状态 可以做到局部的增加或者修改一些内容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使用很简单的自然语言去影响画面中内容的变化 而且并且完全不会影响其他的部分 这个是IP2B最大的一个特点 包括我们使用比如说描绘它这个环境 当然你可以写一些其他的比如说what if之类的词 但是你直接写这个其实也可以 没有必要写那些 OK 这就得到了一个冬天的效果 它把这个色调也变了 包括头发也加了一些雪 衣服也加了一些冰冻的这么一个感觉 这个其实很有发挥空间的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更高级的图像图重慧 包括我们给它加一个猫耳朵 或者说你大胆一点 把它整个变一个猫头 其实也不是不行 但是效果有点惊悚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因为刚才我自己弄那个有点吓人 行那就先这样 大家可以多发掘一下这个ID怎么应的潜力 我觉得它那个可玩性 就比这个cosr那个猫耳朵好玩得多 行那这些就这样